Hello,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贺俊玲 这是我的岛,又更新了,大家有看吗? 今天来和大家一起reaction一下节目里的内容哦 分享一下我在岛上面发生的事 就开始吧 有香蕉葱,有博彩,有空心彩 诶,我在查那个电话 看看能不能有客服教我们种地 而且当时有一个哥哥真的接了我的电话 然后告诉我,告诉我说让我换下一个部门去 结果我忘了人家那部门叫啥名了 我们其实搞了半天也不知道那个种地要怎么种 幸好有专家在那儿 专家还是给我们讲了一些知识的 其实效果还挺好的 因为后来我们再去的时候 居然真的长出来了 我还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的 小丁和蔡老师,我们三个也配合得很好 我们还买了一些花来栽在我们的园子里面 小鸡多少钱啊? 一块钱一个啊? 十只 哦 十块钱 本来多少钱? 蔡老师还买了鸡 还给那个小鸡搞了一个鸡舍 我后来还去买了烤肠鸡 还买了烤肉 但是肉坏了 他们也没赔我浪花壁 这还是让我很伤心的 当时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 有一堂大课是静一丹老师来上的 哦呦 这好像是做那个游戏吧 中途去上了个厕所 回来之后我走前门回来 是要说假话 然后静老师 还是真话还是假话来着 让我上学当着全班的面背那个 我真是拔 我当时没有背那个 然后我就特别拔了 把静一丹老师都给拉出来了 从他个性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很认真用功的学生 不会这样 从你屏幕形象 居然骗不到蔡老师 不是当时在那个课程群里面发的时候 我屏蔽了那个消息 你还屏蔽静一丹老师的作业 不是不是是我们那个整个通知群的那 屏蔽了学习群 打开了什么群 啥群都没有 我猜假 我猜假 假 假 那就假 那就假 我其实当时挺后悔说这个故事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说出来太不真实了 他们都觉得是假的 你从你的热习相 还有一个 哦 范老师来了 贺俊玲没了 为什么 你看这个情况 你没看到我们对这种局势吗 哦 这是当时好像是要玩那个游戏 我本来其实并不是特别想拼的 但是不知道怎么了 可能是我浪花币实在是不够 我就 最后一轮了 三个人的 我就拼了 我本来以为最后一轮范老师会和豪哥抱一块 没想到他居然冲到我这来了 我当时应该是浪花币不够的 我的PD告诉我说你的浪花币太少了 你这样活不下去啊 恭喜 我说那我一定要赢这个游戏 我就很认真地玩了 当时 贺俊玲被被困厕所里了 哎呀 那是我们当时去走秀 然后我我当时就接了别人厕所一用 给我谁知道那个厕所 他里边打不开 幸好那个厕所他比较大 而且有窗户 当时在里面待了十几分钟 我录了也有十几分钟在里面 我实在太无聊了 我就开始拿手机录了 结果一录录了有十几分钟吗 我记得 幸好后来他们把门给打开了 不然我是真出不来了当时 贺俊玲为了拖住丁程兴自言自语 当当时要给丁哥过生日 他们跟我说要拖住丁哥 我就想办法拖住他 我就开始在那自说自话了 贺俊玲靠口才把价格打下来 这个是 其实就是买东西嘛 他们一瓶水 本来要卖三个浪化币一瓶 然后我十个浪化币 还是几个浪化币 拿了一箱水 还拿了一个什么东西来着 拿了一瓶油 拿了个醋 他们亏死了 因为我 至少少赚了三五百浪化币 今天的reaction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看不明白的 咱们有缘再聊聊咯 有期待更新啦 拜拜